请收看 用意立人篇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请收看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篇 我是南投教室原立讲师 我是第十届的 我南投教室的住址是南投市文化路707项201号 欢迎信中大德到南投教室来参拜礼佛 阿弥陀佛 在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参与的两位讲师 在我龙边的是原厂讲师 请您自我介绍 阿弥陀佛 感谢原厂讲师介绍 我是龙坛教室负责人原厂讲师 我龙坛教室在桃园市龙坛区九龙里中兴路373号 平时教室都有开放 希望有或是有言的信众路过或专程 欢迎到教室来参拜王展老祖 阿弥陀佛 在我虎边的是原厂讲师 请您向跟大家自我介绍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第六届的学员 义经大学第六届的学员 我也是讲师 服务最多的都是在大陆的信众 感谢大家收看 用意以利人天 阿弥陀佛 义经的妙法在生活中 大家学义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我们由内到外 内如果不安 智慧就不会出来 如果心不安 头脑就会不清楚了 心如果不安 就会糊里糊涂 做出来的事情 会怎样 十样做 九样错 丢三绕四的 受灾样一大堆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请我们的讲师 来跟大家分享案例 首先我们来请我们的原厂讲师 来为大家分享案例 谢谢 原厂讲师 为我介绍 在用意利人天 这个节目里面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改建房子不顺利的案例 那这位小姐她姓马 从电视上她知道农坛地区有教室 她就专整过来问 因为她要买一栋房子 那房子就在我们农坛有名的地方叫陆总部 她附近 这个地形她来问的时候 她是中古乎 我帮她沾个卦 她的卦内 官轨洞 那官轨洞代表地灵不漂亮 官轨洞代表地灵有些问题 那我想跟她讲 以形式 以这个形体 帮她看一下 她 在一个巷子里面 是五尾巷 然后 她的地形 前面宽 后面较窄 所以我们讲的那个 本地区不是博地区 就是地基不好 那里面有不干净的一些能量 所以我跟她讲 不要买 这个不居才 我们不要买 结果 因为我比较年轻 那只是讲师教室讲师而已 她回去了 也没有在跟我联络 那重点是在 在今年 她 又跑来了 她问我 大门要怎么 装 大门要怎么装 那之前 她都没有来 我跟她讲不要买 结果她还执意买了 好 那来跟我讲说 大门要怎么装 我 我说 你108年 我不是叫你不要买吗 那你怎么 现在要 要来装 是不是同一间房子 她说是啊 同一间 阿弥陀佛 你看 怎么戳到现在 108年 4、5年 还搞不定 现在大门还没安上 那昨天 我还在跟她联系 她说 她本来 我本来选9月 跟她安大门的日子 然后 前几天她又打一半 能 十月份有日子 我就把她换一换 我就说10月20号 有好日子 你可以安 好 结果我昨天 要出门之前 我就特意再问她一下 她说 讲师 不好意思 对方很忙 到现在 还没跟她 设计好 也还没施工 她问我说 11月份 还有没有日子 我说随时都买有日子 只不是说 你装好了 时间到 我就帮你再挑个日子 再来安装 那为什么会 一个房子修改 改了这么久 因为 当初我跟她讲说 这房子 住会不平安 因为很喜欢 人买房子第一次看到 都 那个可能 业障现前 都是 眼睛都蒙灭着 看不清楚 就是喜欢就对了 就想要买 反正 她就 学校 老师退休 她就是要买 有钱就是要买 好 买了 结果 自己 因为老师 自己一些尝试 虽然不懂 但是 就是可以从 用 网路可以 找到 指导老师 所以就从网路看 就找 找人 招标 都是她自己去处理 好 她是旧房子 要修改 就是把皮 踢一踢 然后再重新粉刷 重新得一转 这样子 好 第一标 放出去了 开始在做了 钱就一直付出 结果 钱很快 进度很慢 第一标 她把她的排水桶 把排水档打破了 她 被人 放上去 跟她讲说 你的排水档破掉 要跟你服务的人 要跟她 工头 要跟她讲 你那个要好好的处理 要不然有很麻烦 结果 因为我们柱子里面的水档被打破了 下水档被打破了 如果以正常的常理来讲 一定要把那一节 碎掉那一节打开 整个换掉 结果这个工头跟她讲 简便用事 然后我给你補一下就好了 用一块 那个 PVC 把它从那个 破洞的地方 把它连起来就好了 结果 因为这个马小姐 原本认为 也可以啦 结果 内行人跟她讲 绝对不行 你要不然你会后悔 所以她又特别跟她 提醒一下 因为特别跟这个 包商提醒 结果包商 就放掉了 没做了 落跑了 那也没办法 因为钱 超前给她了嘛 所以说她后续都也 因为她不做也没关系 钱都收到了 她就跑掉了 所以她就很生气 想要再招标 她说招个三个标 招三次都没人敢来接 为什么 她怕 怕人家讲说 是不是污子污 不给钱 所以 人家不做就什么 结果不是 是建商 为了赔你省事 不做这些事 就把人家放掉了 好 好啦她也没办法 就一拖就三人了 结果她很无奈 人家住在龙潭地区 有个大庙叫南天公 我们有庭公地区 她就请庭公 她专程去跑去 请庭公做助 找有缘的来 帮她服务 圆满她 结果说也奇怪 没有去拜都找不到人 去拜了以后 很自然就 有个跟她自我介绍 我帮你服务 我帮你服务 她 讲这个言由给她听 她说 这个我可以帮你服务 没问题 所以她就照她 原来的价格 虽然 再多一些 但是她还是给的她 所以她 就把她盖好了 那盖完以后 说也奇怪 就落水 只要下雨 隔壁淹水 她里面没淹水 怎么会这样 就是 她在换水管的时候 还是没有换好 那 这个问题 也专程叫我去 帮她看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 我跟她讲说 原本我就跟你讲说 那个房子地零不好 你开工的时候 也没有拜地基主 那里面有 他里面有 他里面有一尊 那个迷路小佛像 他 原屋子留着 他就把他丢在角落 没有供养他 我说 你有 这个 地主 地灵 地灵公 地基主 我本来的菩萨在这边 我们来的话 要跟他结合三言 至少你 把他 请到 一个椅子给他坐 坐在屋檐下也可以 不要给他一起淋雨 他才讲说 他要把他丢到垃圾车 请那个废土 载掉 结果载了三四次 每次丢上去 又给那个 载废土又把他 丢到旁边去 都掉了九六七 所以丢了三次 都没有被丢走 我说 那就把他供养起来 跟他结个三言 好 我就去把他看一下 哦 因为他是在 捏大门跟外大门之间 稍有偏差 刚好 巷子里面 气口 不会入 门口里面又放了一道墙 他只把他坐个外大门而已 那角度呢 我们讲这一 我们角度我们讲 随风随人都知道 开门跟房子 最好能同眼一气 或是同眼一气 一挂存清 这个气才进得了 吃得下 那旺气才会进来 那结果我们来看 哇 你这个一个是 天眼 一个是地眼 天地不交啊 都盖好了怎么办 只是缺 装个外大门而已 我说 那个要改都没办法改了 那只有把那个外大门 转向那个入口入口的部分 向后退一下 这个以我们那个 熬六 后扭啊 不锈钢后扭 那个最大的 能退 退了大概十公分左右 你尽量把它退出来 换个角度 尽量接近 内外能同眼一气 那已经盖好 住着也没办法移 或者只能跟他讲说 好 转个向 一个角度 我们能那旺气就好 他在听我的话 就是要那旺气 那结果就是这样 一直把房子搞不定 从108年7月到现在 还没完工 你看 所以说我们 要修理房子 要改变房子 或买房子 我们一定要先到各地 去教室或到场 请有经验的法师或讲师 帮你占卜一下 那买房子 最好要沾三个卦 先沾这个房子 这个地灵如何 望向火 有没有六盒卦 有没有厂户聚器 再沾一个卦 就是这个房子 住了会不会聚采 再第三个卦 这个卦沾下去 我们住在里面的人丁平安坡 所以如果鼓励大家 还没学习义经的 欢迎来到各地的教室 来参与我们协义经 增长智慧 增长一些应用 一些尝试知识 古代圣贤留下的智慧 那这一节 我先到这边 请我时间还给原历 讲师 谢谢原厂讲师的案例分享 在这里呢 人要有前途 人要有财富的话 是要有先有自己本身 先有得横 我这里呢 我有一个学生 他来上我的初级班 有一次呢 我们在上课练习普卦的时候呢 我的习惯就是普了以后 我会一一的去跟他看一下 结果他那一天呢 来的时候呢 我就跟他普卦以后 他自己普卦以后 我就看了一下说 哎哟 你交女朋友啦 他马上脸就红起来 就跟我说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不好意思呢 因为他才刚离婚 不到两个月 又去交女朋友了 后来才知道 不只交女朋友了 他已经又登记结婚了 把女朋友带 从国外带回来 又登记结婚了 所以他就不好意思 他到现在 他还是没有跟我讲 他又再次结婚了 所以由这一次 他自己普卦以后 他终于相信 因为他也是年轻的 七十几年次的相信了 有一次呢 他在上课过后 他跟我说 老师我想要买法牌物 基本上我们师父是不建议我们 买法牌物的 但是呢 因为他已经开口了 那我就跟他捕卦 就像原厂讲师讲的 捕了三只卦 发现 他通通没有动摇 而且真的是六合卦是长风俱气 我就说好 虽然他是法牌物 但是卦象起来都财福双全 而且又是六合卦 所以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有一个动作 我说来 那你自己跟神佛 在我们教室的大殿里面 就请他自己跟神佛 你自己再拔杯 如果是有三圣杯的话 神佛又温存的话 那你就 可以去试看看 结果呢 他就当下请杯了三圣杯 跟我们的卦象是印证的 是符合的 所以他真的就去买了 买了以后呢 因为他家是做水泥的 修气的 所以他就是没有花钱很多 他是说老师 我没有花很多钱 我就把它重新稍微整修一下 他买一百多万 结果他要租给人家 他说我不租 但是我要租给人家 一个月租两万块 而且他本来是要租他一年 他跟我说 他说那个房客跟他说 那你租我三年好吗 我说哇太棒了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他因为来接法以后呢 他有听老师的 有听我的话 就是说我都会鼓励学员 因为我们中门是 易经风水加上宗教 所以我跟他们讲说 分享说诵经的好处 因此这个年轻人 他也有在诵经 又因为有在诵经 然后呢 又来接我们的法 所以老主就是会给他一个机会 当下那个时候 其实他是不OK的 但是因为买这一栋房子以后 他自己本身 又有一个 处周的收入 所以整个 整个一些 环境上 就是说他本身有在一些 手机包模的一些做 一些那个手机包模的生意 所以那时候因为 手机包模他来讲 每一个手机公司 他们的店里面 也都在有手机包模 所以他生意是 其实来讲 已经渐渐不好了 所以他买了这一栋房子 多了2万块的这个租金的话 对他来讲是不无小补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想说 是不是大家有机会 还是在我们附近的道场 教室 有机会的话 大家都要来接这个法 因为我们学的 不只是易经风水 我们还有学老主 交给我们的妙法 我们有妙法 才有办法来 让自己趋吉避凶 改善我们自己 或者是家庭的一些 不好的面向 接下来呢 我们来邀请我们的 圆确讲师 来分享他的案例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在中文学习二十几年 又服务那么多的 Rodwin的信众的印证 王产老祖师师所传的 命卦妙法真的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的准确 所以当我的媳妇们要生产时 要生宝贝的孙子的时候 我都不敢让他们自然生产 而帮父中胎儿 显最有利他们的命卦 还好我的媳妇们多肯配合 但是我又怕儿孙们无法销售 我除了诵经回向给他们 我还拜地藏经一字一拜 因为我知道儿子有儿子的业力 媳妇有媳妇的业力 孙子孙女们有他们的业力 我们若不帮他们消除 他们不一定能够承受得起 我们跟他们选的命卦 也许文化主体出生 也许会有什么阻碍 所以选好日子与时辰之后 我都会拜地藏经 一字一拜 功德回向给我的媳妇 以及他们的父中胎儿 也回向给帮我的媳妇们 剖父的医务人员 感恩他们的辛苦 求地藏菩萨护佑 医务人员能在 某年某夜某时 某夜某日某时 准时将胎儿抱你母体 我听师父上文下颜禅师开示 拜地藏经最能消业障 佛教界的大法师 上进下空大法师也开示 从媳妇怀孕开始 就要练地藏经 或地藏涂照佛号 回向给媳妇及父中胎儿 帮他们消业障 他们才能在好日子出生 现在来分享我拜地藏经的印证之一 我的第一个孙女 那时候我只送经回向给她 但是我也送了很多经 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拜地藏经 还好医务人员 也都很准时的将婴儿抱你母体 当我媳妇在怀第二个孙女时 因年孕与时日的关系 所以我选的是才望的日子 我想到我有一个老师 他孩子要出生时 也是选才望的日子 但是呢 出生时婴儿吸到羊水 羊水进到肺部 结果一出生就住院一两个月 我就怕我的孙女也会如此 因为同样是选四遥才望的日子 我怕也会遇到相同状况 一直思考如何避开这个情况 最后想到师父 上混下眼禅师曾经的开示 要消业障 拜地藏经一日一拜最有效 拜经一日一拜最有效 而其中拜地藏经更能达到效果 我就找时间开始拜地藏经 所有地藏经经文 每内容每一字 跪拜一次 而且每跪拜一次 可中要念 往昔所造 诸二月 皆由五十贪嗔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 一戒罪障皆忏悔 诚心地拜 整部经一字一落 一字不落地拜完 当我的小孙女顺利如实 抱你母体之后 副理师去帮我媳妇 换点滴的时候 看到我小孙女 不对劲 好像喉咙里有什么东西 也在那上上下下 以他们的经验判断 应该是婴儿有吸到羊水 赶快抱起来 头向往下一拍 我孙女吐出很大一口羊水 就这样子 过了危险关卡 事后我想 应该是拜地藏经的功德 起了效用 感恩地藏菩萨 感恩老主 感恩师父 尚问下眼禅师 感恩做菩萨 保佑我孙女 平安度过难关 这也印证了拜地藏经功德之殊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佛 我们谢谢圆确讲师的分享 我们完禅老主 有八宝心法 来者不惧 去者不留 顺其自然 不可勉强 有缘则度 有得则住 皆顺天理 事事如意 我们圆确讲师 他分享他孙女的案例 因为他有在帮他 积福德 让他的孙女在 生产后 过程当中 有一些异状 也会逢凶化吉 我们祝福圆确讲师的孙女 能够平平安安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我们的圆场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 圆场讲师 好 谢谢圆历讲师 刚刚我们的圆切讲师在讲他的孙女 那我这几天也刚好有一个案例 胎运的案例 那这位菩萨他们家姓宋 阿公带着儿子来问事 他先打电话进来 他说 请问讲师你们那边有没有在帮人家复卦 我说 我是没对望开放 当然有缘我就帮你服务 他就请他儿子从市区开车到轿起来 那他用Google找过头了又找回来 他说 刚刚怎么没有看到教室 我说我们龙坛教室在路边啊很好找啊 结果他是这样 因为前面有一台车子停住了 所以他因为没有在注意看一下 所以就开过头了 然后就回头了回来 他停在门口 然后请他进来坐 那我就从外面进来 那我跟他讲说 小孩子他最主要是要沾小孩子 因为照媳妇的遗产期 过两天了 那他就比较紧张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的儿子在大公司 当某蛮高位官的主管 所以他跟老婆请陪产家 来要照顾老婆生产 照顾孩子 没想到 那时间是四十多之遗产期 但是他就超过了两天 要来问世 那我就 帮他沾个瓜 因为是 阿公跟先生来 所以我就请他 写地址 那问世问有 我就帮他沾 好 我帮他沾的时候 我得到的卦象是 天地址卦 天地址 我们以医经来讲 天地址卦是六合卦 我们生产六通卦 就赶快 孩子会马上偷离母体嘛 对不对 那天地址卦 叫做阴阳不交 是六合卦 合住了 那重点是在于 他是阿公跟先生来 画中的七彩四遥卯目 那我真的日子是 深夜有日 那保友刚好对冲 好 那这个保日呢 那洞窑里面有 兄弟洞 画近神回头刻 那 三个洞窑里面 都是金来刻目 所以 以 先生来沾老婆的生产 结果是老婆受克制 以我们讲的是蛮危险的 那 那挂中的子孙呢 没有浮现 浮场 重点还有一个 观鬼化子孙 观鬼化子孙的意图是说 子孙变鬼 鬼变子孙 不是沾产是不好的 挂体 我就跟他讲 赶快想办法送去医院 请医师赶快评估 是不是赶快 保护生产 把他提早生出来 那已经过了那个 疫产期了 虽然过两天而已 我说你明天就赶快去 当然 我们讲的是给他 以挂来解挂 因为七台缩克 挂中五子孙了 所以 重点是 重点是在 因为保友是对冲 而且 某化回头克 都是神经来克 所以七 会有问题 那 挂中里面 白虎洞 还有 咸虎洞 我请他 因为伸展是白虎 没有错 但是我请他 到他附近的土地公庙 请土地公帮帮忙 让这个厂户 这个一些蜿蜒 能够 燕金载子能 聚绝在外面 能消灾结恶 让他能顺利生产 那当然 我们再讲回来 因为这个孕妇 她是 双博士 孕妇是双博士 她 以她的智慧 她说 回答我一件事 回答的问题是说 我是 怕痛 所以 我要自然生产 当然我们知道 天地皮挂 不是好挂像 所以我一直 跟她阿公讲 请你儿子 想尽办法 让他去 看医生 结果呢 我说不然你把我的挂 用相机照起来 回去问一下其他的法师 看看是不要赶快紧急处理 好 那当然 我只是建议到 他们家附近的土地公 拜拜土地公 消灾化解 那 他把这个挂 回传 请另外一个大法师去看 那个大法师跟他讲 趕快 到你们的训方 他是讲训方 到你们的训方 拜土地公 拜神佛 连家里的公子要拜 而且要取得圣碑 这个媳妇才有办法 顺利生产 结果她失败了 因为我照 他的挂像 初空那一天 刚刚星期一是初空 所以初空那天生产了 那我为什么要赶快提早 让他赶快生 因为挂中显示 他官鬼画子孙 画出来的是海水 所以你赶快 因为动向之间 画出来的 就红纸 我们就赶快处理 要不然时间拖久了 也许小孩子在里面 虽然你看他是活蹦乱跳的 会跳下踢的 那踢他是在挣扎 你不知道啊 为什么我也这么紧张 因为 今年度 年他这个刚好三样 三件事情 7月15 我的一个 师姐 她的朋友 她说啊 她来问我说 她的媳妇啊 拜 葡萄宗园 拜 带那个大庙去拜拜 去拜葡萄公 结果回来阴导了 她回来阴导 她问我是不是充患到了 我说第一件事 赶快看医生啦 充患 结果她 结果真的去看医生了 她怀疑五个月 结果是啊 胎死腹中 一个礼拜的 让产妇敢做到 那个不好的能量以后 她自己晕倒了 她以为是充患到 所以 我们 鼓励大家 在家所有的小媳妇 你在生产过程 或是你在欢迎过程 你要好好地注意你的身体状况 那要感觉一下 每天要感觉自己的生理变态 变化 那同样的 也是在婴儿的部分 有一姓皇的媳妇 她来问 她已经六个月 她来问我 问我说她的孩子健不健康 是女婴 那女婴她问我健康不健康 我就想 这个很慎重 人命观天 现在的 信众 有时候 因为她对这个小孩子 或男婴女婴 生男义女 很注重 但有动不动 就想要 那个叫做 我们把婴 幽生血 想办法就要生个男的 我就很怕说 跟她讲 孩子不健康 那 我把她沾个卦 卦中显示 她的卦 她在乱丝无头 中间里面 玩鬼动 父母动 祭神 仇神 两个同动 动来 嗑是咬 虽然是子孙旺 我说 她说嗑 如果以 我们占卜来讲 是有 某些原因 有些问题 因为鬼动了 就不平安 我鼓励你 妇产科很多 这家 评估是这样 有限定性疾病 我们 再找另一家 评估 到最后 他们找到台大去 这个小孩子 已经七个月了 我跟她讲 以医师 评估 如果这个小孩子 真的 里面千天 有问题 那医生 台大医生跟她讲 这个小孩子 如果要顺利生产下来 可能准备 换肝 换内障 所以 这个小孩子 一下来就 要 换肝换内障 我很紧张 我跟她讲说 一切以医师评估为主 那我鼓励你 如果真的去小产出来以后 请到我们仙佛寺 去为这个小朋友 办个英领的年位 当上个月她去小产出来以后 我们九九华会刚好 爸爸刚好开始 那她也去报名了 我 我也问她 你有没有去报名 她说有 我本来想说 既然这个小孩子出来有缘 我要帮她 帮她取个名字 让她好去 清清文化 然后 没想到 他们就自重弃了 那我是问她说 你弃了 有没有缴会啊 有没有报名 她说 没有缴会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的年位第几号 她有去问师姐 只是小孩子不懂 那个年轻的妈妈 什么都不懂 那就直接去 就问看看 有没有上年座 她有上 她就很高兴 就回来了 也问了说 这个法座 这个年座 我们 虽然是小小的一点供养 但是我们要诚心供养 那个小孩子才 还很高兴得想上去做 大家有付钱 你没付钱 怎么可以 其实我们不是 要大家花钱 只要欢喜心 那一点点的供养会 因为供养法师 那么辛苦的诵经 那大家学艺经 我们从艺经补华 可以提早 提早了解 这个小孩子 到底健康不健康 那 当然 孩子 要出生 有他的自然时间点 我自己的小孩子 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待了42周才出来 但是我知道他是健康的 所以他出来是3900公克 基因 所以说小孩子 小时候 身体健康 长大就是高人一等 所以3900公克 当然自然生产 妈妈当然很辛苦 但是小孩子健康 对我们未来 我们相信 阿公 我的爸爸说 我这个小孩子 生得很重 重重 重重 当然他是指火格挂 我就鼓励他去 读金校 他也如愿读金校 那现在在 我们空军某基地湖 所以他 有时间在 就会回来跟阿公吃饭 所以说 我们修行 或是学艺 都希望我们 大家能学艺经家庭圆满 我们就一条心 大家在学法 在生活上 我们都同心同德 一起来 来学习艺经 每时间会 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谢谢 原厂讲师的案例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请 我们原确讲师 来分享他的案例 原确讲师请 阿弥陀佛 我再来分享 我是写冰卦拜地藏经的印证之二 有了我大媳妇生小孙女的经验 但我的小媳妇怀孕的时候 我选好剖腹日子之后 也开始拜地藏经 同样一字一拜 同样是 边拜边念忏悔文 往昔所造 朱二叶 皆有无始贪嗔痴 重生与异之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拜经功德 也是一样 回向给我的媳妇 即将父中胎儿 也是回向给 帮我媳妇 保护身场的医护人员 能准时的婴儿 将婴儿抱离母体 感恩他们的辛劳 帮我徐护产检 你保护的是一个女医生 她要我徐护 要保护产的前一天下午 两点就要去住院 因为我是帮她 选了第二天的卯食 所以她前一天就要去住院 当天到医院的时候 先安排产检 用仪器检查出来 居然我媳妇已经开始公缩了 而且是三分钟一次 但是我媳妇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很紧张 因为我们看的时辰是第二天的卯食 她现在就已经公缩了 医生说这样到明天早上五点 时间太长 对婴儿不好 可能要提早颇物 提早颇物 我一听急了 当下就把手放在我媳妇的肚子上 我跟我的孙子说 宝贝不要急 宝贝不要急 十层啊 味道哦 诶 真的有效 居然仪器就没有测到的指控在公缩了 真不可思议 直到当天晚上九点多 我媳妇就感觉到肚子痛了 因为显得是毛痴 还是还有好几个小时 医生本来已经回家了 打算第二天一早再去医院 帮我媳妇准备剖副产 当我媳妇开始肚子痛时 护理师他赶快打电话给医生 医生在家里睡不着了 他就说他这样子在那紧张也不是办法 就到医院去 就到医院去睡觉 等随时准备帮我媳妇婆妇生草 但是他也是说这样子到明天早上还是不行 太久了是不行 我说那时候到时再看 如果真的不行 我再另选时间 我又再开始用手放在我媳妇肚子上 又安护我孙子 宝贝不要急不要急 时辰还未到 然后公缩就慢下来了 就这样子到五点的时候 我准备就到 我媳妇就准备到待产室去生产了 到开刀房去了 看到隔壁床 一个产妇他也快生了 他的家人很着急的在找医护人员 因为前不久急诊室有急诊病人 副产科的副理人员都被调去职员 我当下又急了 副理人员 没副理人员怎么办 会不会耽搁到我们的时辰 我又赶快练老祖战绩 也打电话给我老公 请他在八卦城 赶快送肯德金 求老祖帮忙 你一下子没多久 那个副理师就回来了 其实是我太紧张了 医生已经准备好了 开刀房也准备好了 我孙子照我所选的时间 准时到事件报到 想到这中间的过程紧张万分 也还好我有拜地藏经 所以才能排除问难 排除阻碍 没有耽误到我们所选的 我们所选的好日子好时辰 在此还是要感恩老祖 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地藏菩萨 感恩阿弥陀佛 今天非常感谢圆长讲师 颜阙讲师的大案例分享 非常精彩的案例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攻占 王残老祖天威 王残老祖大慈大悲 大德大人 慕我积首鼎礼 王残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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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我们奉转 那如果养小心100snнов 我们只要感恩 祝福音乐